国道因为前方事故车流塞住 这时候车辆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 连接车大货车自小贺车 排山倒海而来 瞬间撞了上来 紧接着往前冲 总共造成了汽车连环撞 这是被撞之前 前方车辆的后镜头就看到白色连接车 几乎没有刹车 直接撞上白色轿车 白车被撞歪 再去撞银色轿车的前门 连接车一路往前冲 再看前方的行车记录器 连接车又往前撞翻了小货车 最后车头才歪向外侧护栏卡住 路面上散落一桶一桶的货物 是小货车上的油漆 现场有自小客车 大货车连接车 总共七辆车 造成这辆白色自小客车上四个人 一死三伤 造势的连接车 驾驶说上路之前吃了感冒药 没注意到车前状况 事发在20号上午10点多 前方有事故车流已经回堵下来 但是连接车没注意路况 往前撞了上去 直接撞上大货车 车门扯下 还挂在大货车上 我看后市机那台车没有刹车啊 那大货车 对啊 没有刹车 没刹车啊 我被追撞啊 你被追撞 那是前面有停车的啦 都已经停下来 当时连接车开在外线 驾驶没注意前方已经塞住 造成了连续追撞 先撞上了大货车 跟白色自小客车 波及三辆小客车 最后又往前冲 撞上了载油漆的小货车 汽车连环撞 小货车反复油漆桶散落 还有桶子破裂 油漆撒了出来 汽车撞成一团 国道严重交通事故 山后处理大费周章 这路段因此封闭 后方塞车一度长达四公里 下午一点半排除 恢复正常通行 TBS新闻 谢古金吴淑平 苗栗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